我外面待着她 来了 在这收拾收拾东西还能晒着太阳 恭喜你啊 开业了 我说你这不够意思 开业了也不打什么招呼 谁都没通知 就我跟罗列 我们俩小规模热闹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的呀 猜的呀 怎么这么准呢 我多了解你啊 掐指一算 你不是今天开就是明天开 逃不过这两天 谢谢 随个心 这多不好意思啊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又不是你问我要的 我自愿给的 不拿白不拿 也是 不拿白不拿 收下来 那我送你点什么呀我看看 别让你空着手回去 就等你这句话呢 这条好 这够帅 适合你 试试 像我的东西啊收下来 我说啊 绕哪儿去了 怎么才过来啊 什么破地儿一朝朝半天 你怎么把他也带来了 带他认人地儿啊 他有一帮小子啊 赶时髦 什么时髦买什么 咋还说了 我们那儿他在唱歌的时候 一群喜欢听他唱歌的小姑娘 他穿什么 那帮小孩就穿什么 以后弄不好 能成你这长客 我这儿可难找他穿的啊 好 随便看看 没什么特别的呀 让你给夸成那样 我说你认真点 仔细看看 飞未可是学设计的啊 将来啊 哪天心情好了 弄不好还给你设计一套呢 给我试试这个 这个不是卖的 你到底换不会做生意啊 一个发套有什么不能卖的 多少钱 以后你少带他来 怎么那么不着私留啊 不就这发套嘛 别生气 卖了 我跟你说 你这店啊 还真需要这种人来捧场 告你 我可真不值得他发财 咱没必要跟钱过不去啊 你现在跟他什么情况啊 怎么现在你一出现 就得看见他呀 我跟他什么关系也没有啊 我今儿带他来 纯粹是为了你的小店开张 做点小贡献 老公吧 其实丽莎这孩子啊 人不坏 你心眼特好 跟你看到的表面啊 完全不一样 这姑娘啊 眼光还熄了 我说什么来着 就冲你这话 没法讨个送的 别呀 买一定要买 这 你跟他到底有情况没情况 怎么他的事都你说了算啊 得 你说了算 你想怎样就怎样 这发套你要是喜欢 小好妈给我来 既然你跟薇子是朋友 我就送给你了 这我们只要送 说好买的 多少钱 我说过了 这个不卖 怎么了 还非送不可呀 真要送的话 你送不行 因为送还成 得得得得 这发套我买了 我买完之后 我再送给丽莎 行了吧 行 又闹 我说啊 拿着 酒吧还有事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啊 咱们赶紧回去 走 拜拜 那我说 就这些 拿着 谢谢林总啊 说远了啊 你这一张嘴跑美国去了 回去 我跟你说 下回要来你自个儿来 别给自己惹麻烦 你也少给我添毒 行行行行行 下次我自己来 别乐我不告诉你 今天我就把这话撂我店里 你跟他 早晚弄一块去 哪个哪儿呀这倒是 回去 走 是 是